满大街的丸子头 半丸子头风早已刮过了 现在又出现了水果头 赶快来看看吧 01杨桃变杨桃变 又称拱形刘海 就是一款像杨桃一样 带有棱角的中分边发 十分适合脸部饱满的女生 赵丽颖经常砸这种杨桃变 萌萌的铁美极了 02苹果头有很多韩国女性戴热的苹果 解决了刘海半长不长的尴尬 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说 姜书勇显成熟 扎了这款苹果头 减零又少女感十足 03菠萝变菠萝 变不就是麻花变吗 菠萝变主要的战场在欧美国家 这款发型一般以三五变居多 中间可以随意调节发亮的多少 菠萝变比较适合发亮偏多的女生 比如范冰冰 众所周知范爷的发亮是普通人的四倍 这个发型简直是为他而生 04葡萄串这个发型 最开始是由超模肯乐带火的 扎个低马尾 用皮筋把头发分成一段一段 形成鼓鼓的小包 因为形似葡萄 又称灯楼变 这款发型也很适合发亮 不是很多的姑娘了吗 感谢观看